6. 《工商時報》九天274檔殺錢隨權式行程升溫 2015年7月14日發人看市 B. 二許庭譽台股隨權式旺季繼續進行 今一四日起到下週五為止 還有274檔股票要進行隨權式 而隨著國際市場逐漸翻多 包括希臘債務協商出現專頁、六股持續大漲等 台股昨日開高走高 大漲119點 發人認為 市場可望回歸基本面表現 且將有利未來隨權式個股 往填飾之路賣盡 而再接下來將進行隨權式的個股中 發人也開始小小鎖定目標 將市航運股長榮近五個交易日 就獲得1.09萬張的賣超 網通股少黑發人也買超4411張 以中華電 達雲 亂發 永豐如 和 玉齊等 也都是近期發人佈局的個股 玉山頭股認為 除了近期國際股市安定有利台股填飾之外 最重要的還是未來公司是否能有獲利成長 特別是電子產業將進入第三季旺季 假若營收獲利無法超越第二季 即使國際上出現再大的利多 股價也還是會出現貼式表現 此外 玉山頭股也提到 由於今年可購底稅率減半正式上路 加上環有二代建保等新制 因此市場可大致分為發人編號的大型股 以及大戶、散戶投資人喜愛的中小型股 就政策方向看來 由於發人不受稅制影響 因此這些大型股的氣息壓力也較少 加上發人相當重視基本面 因此屬於相對安全 填飾機率高的標的 至於中小型股 則是有股本小的優點 加上漲跌幅波動較大 因此只望街的個股 可望出現快速填飾的情況